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3年群雄主流第二赛季的一个正式赛 官僚方是钓鱼岛 这两方是燕赵三公 那应该是燕赵风影的一个三公队吧 十八 不会是十八利他们吧 也不太知道 因为群雄主流的名字跟建辉它是不一样的 那官僚方选择上的一个大唐神明的女儿国标 开立马五阵 对面上的是一个双铃波 哎,不是,林波诗国加魔王的三公队 配合着华神加地府 就带了一个法系 不是常规的三无礼啊 古镇也是小克对面天镇5%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谁能拿下 在第一赛季的时候 也就刚刚打完了第一赛季的八镜斯淘泰赛 遇到这边是双地府的话 输给的曲服口妙 所以第二赛季鱼岛这边 没有报名羊羊的那个立地府 没带羊羊的立地府 物理系只带了一个大同观 怎么突然感觉立地府不香了 因为羊羊主路的话 只能报名八个人 只能报名八个人 不是九个 五神坛是九个 羊羊主路是八个 但是打到决赛的时候 就打到最后的决赛 是允许再加一个的 所以羊羊主路你只能打到决赛 才能会加上那个羊羊的立地府 才有机会 前边都是八个人去打 猎石 起飞 看一下队长方凌波城的一个 真君显灵经脉 点了一个真君脉 九番清廉 在房对面 高宫宝宝魔王掀起牛镜 魔王的话就速度慢一些 输出的话 其实还不错 毕竟现在也算是主流法系之一吧 尤其是打面霜的时候 打面霜现在还是可以压制神木里 打点杀现在是肯定不行的 神木的点杀是越来越强了 而且是魔王有机会 搏一搏那个吴秋娜嘛 万一出个吴秋娜什么的 观战魂也难受 这波观战魂选择点杀对面霜波 他还没真君呢 观战魂要先动手了 先发制人 后发而受制于人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哪怕没中这个小死亡 算了 这霜波城自杀了 哪怕没中这个小索 只要把凌波城点倒 他最起码头上的战役 是会减半的 所以说 点杀凌波的收益还是蛮高的 你得先动手啊 可不能等人家真军显灵了 你再去点杀 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 那这波点到凌波 好像对面的节奏就不太好了 光辉 风捡残云 六千两千 缺了一个物理系的话 那大家就变成一个 两攻打两攻了呗 那观战魂肯定就不怕了 其实这次大改完了以后 我发现豪门的啊 宙师普陀 确实登场的几率变小了 就他们还带着啊 就报名的时候都会带宙师 但是上场就 不怎么给机会 我记得就曲腐跟西大用过 其他补器都没有用过宙师 换声色回口 对面现在打不开任何的突破口 凌波城真军显灵 已经倒地了 他的战役叠不上去了 魔王呢 就看魔王 魔王运气好点 出个无穷大的 打开关架坊这边 一个小口子 对面也许就能冲进来 拉起凌波 小死亡 再点 大哥刚站起来 你是不是 有一点点的过分呢 也受之力不上 怎么个意思 你小死亡挂的凌波 然后把对面师傅给干了 少带手的 把凌波城带走 那你这 有问题啊 那你这样的话 其实不如你稳扎稳打的 把对面的 给对面师傅挂小死 对吧 最终的结果也不错啊 反正师傅也死了 凌波 继续中了小嫂倒地啊 头上就剩下一点战役了 凌波城都快哭了 这样师傅是完成了一个封杀 凌波完成了一个小嫂的点杀 一举两得吧 也不错 我在想 如果人家对面 没提前拿起这个凌波 对吧 你这个小嫂也挂不上去啊 对吧 还挺尴尬的这个事啊 水曼金山 一千起两千六 按小嫂再挂 给到对面的化身死 扛不住一个狠嫂吧 有金镜 倒是也无所谓啊 有没有小嫂也可以 但观察房选择了破血点对面的魔王 诶 语导这个点杀是怎么个意思 深冬极西 两次了啊 侵蚀陷阱 点杀谁 小死亡 点杀 石头里 一个撕血的石头 你看人家身上它是有女儿村的封印的 对面其实是在截女儿村的封印 稍待手的 就把石头里身上的小嫂给截掉 或者是观察房其实是给对面的化身死挂小死 也有这个可能 看一下就是给石头挂 这一顿乱挂 观察房这 这小嫂怎么个意思啊 反正没看明白啊 一顿乱挂 因为对面化身死可能用高速宝宝 对吧 把这个小嫂解掉嘛 然后观察房点着化身死 就再挂一个小嫂 也是有可能啊 因为他那个小嫂是吸收吸走的 对吧 磁性吸走的一个小嫂 我刚才对战房场上也没有高速宝宝 啊 刚才是没有的 这波小嫂挂给石头 你最好点的是石头 化身死给自己舍了一口 哎 这凌波 凌波城这场比赛算是废的 紧接着观察房这边都可以换地厅了 我感觉 啊 完全可以换 直接换地厅了 打到现在对面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胜算了 当对面凌波城前期被观察房用小嫂点死的时候 其实对面的胜算已经是非常的低了 很多三公团队其实他打豪门 最大的手段其实就是凌波的真军显灭 啊 你没了那个 就概率是大大缩卷 啊 小嫂再挂 给谁 给对面的魔王 粉嫂 哎 这回没有问题啊 点的就是魔王 战敌加上 防拳这些 这些刷掉 对面人心 也叠起来了 啊 有一个三层的人心了 还不错的啊 不过这个时候队战风又变成了两个输出 啊 两个输出打两个输出 遇到不吃亏 风卷残云 再打两个 下个回合你这小层再挂给谁啊 嗯 就是一顿乱挂呗 啊 地厅换出来 哇 生死还换了一个宝宝 再来地厅 嗯 高速地厅就行 本身三宫队的抗性也好不到哪里去 啊 高速地厅的输出也够 嗯 有机会呢 加上一个战笛 这加其实也行啊 也可以的 选择加了一个 哎 就要这种高速地厅 加了一把战笛 威力够了 啊 打个两千多 炮机就上五千了 你看炮机五千气 威力够够的啊 没啥抗性 一把三宫队也不会带化房的 一把延长扔出去 大唐 怎么个意思 先出个宝宝 神灵一秒 能给对面团灭了吧 化身死 火刀宝宝身上 神灵一秒 大唐先出个宝宝 对面 化身死 没死 神佑 再出发163 就打这种不抢速度的三宫队 出高速地厅 绝对是最好用的 本身他不抢速度 他就没有太好的机会去辞好 你只要把他点死 他基本也就废掉了 再加上他们也没什么抗性 高速地厅的输出也不错的 小死亡 再挂一个林波 这边大唐的巨剑还在 下个回合又有新的灵源 观察官就又可以再出那种高速地厅了 大唐干啥 大唐扫了 但是由于大唐的速度已经快过自己的化身死了 然后没扫出来 大唐全场三宿 观察官现在1234宿 好家伙 这就大唐速度快过化身死 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一个是快过地厅 一个是快过化身死 因为现在于老的化身 他戴的是163的套装 就不是剑步如飞了 所以在速度方面肯定是比以前 低那么一丢丢 然后再加上大唐 神马宝宝比较多 刚才大唐是新补出来的宝宝 有了神马宝宝以后 他就更容易的速度去快过自己的化身死 以及低核 再加上观察官今天化身死 变了个牛头卡片 招架卡 变得也不是敏捷卡 所以说速度方面确实是有所欠缺 小死亡再挂 没挂着 破血控宫再轻 必听 也到位了 把身死自动 观照万象 速度这么低 比神木的速度还要慢的一个地震 这个威力 这慢速地震更厉害 直接就是八九千上万的秒 侵蚀限界 还封不中 一把延长 等着扫千军 别把自己烦死就行 平A的 看什么你一手单抽 拜拜